大家好我是熊蹦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是我們將本人王國 加傑特快車 果斷夾心餅乾 還有焦糖烤布雷的這個餅乾簡易分析 那直接快速來講重點吧 這一次的版本啊他算是一個過渡的版本 因為這兩隻新餅乾他都不屬於任何有特殊配料的 就活動這一次的話呢他是給了那個未知配料 你是可以直接來復刻拿舊的配料 所以很明顯的低色他這一次活動就是直接是硬塞的 那只是很剛好的就是低色有個巧妙的套路 所以焦糖烤布雷他是可以拿來打大天使 果斷夾心餅乾他就是這一次活動角 所以這兩隻其實他都是功能角 就這邊直接特別的明說 那這一次最重要的主題就是偵探的那個推理遊戲 那個真的還蠻好玩的 就各位玩家有興趣趕緊把任務稍微慢慢的解一解吧 結果如果是無課的玩家就照著遊戲的天數慢慢的把它解過去 那如果是有課的玩家呢 這個豪華券呢不一定要買 那只是就是這次活動還蠻好玩的 那就這樣子 沒了 這一次的活動就是 你可以解一解然後來拿很多的素材 就這樣子 那直接來快速看技能的部分吧 那首先古葬夾心餅乾他的技能就是一般攻擊的時候會獲得所謂的推理疊加 所以呢他不會打人 每一次的攻擊呢就是增加所謂的推理值 所以這一隻餅乾他很明顯的 其實他的攻擊就是一樣他的百分比再怎麼高 他攻擊力的基值非常不高 他就是要拿來幹嘛的 拿來之後可能比方說有什麼Boss Hunter Boss討伐戰之類的東西 他呢會有一個還不錯的這個屬性傷害的這個推理 疊加的效果 推理值最多的話呢是7 那你的這個減逸效果呢他可以導致他的屬性傷害增加 至少最高的話是有來到了這個80%的傷害 以及還有 蠻高的這個攻擊力減少值 以及還有這個防禦力減少值 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他的話呢就是固定增加了這個全隊的暴擊率 以及還有暴擊傷害增加 就這樣 沒了 所以他很明顯的 就是未來就是有Boss討伐戰 他是一個重點的增傷角 那只是這一隻餅乾呢他目前是不太適合去打工會戰的 主要呢是因為他的這個單一的傷害太高 他是很有可能直接反傷不見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目前的工會戰他重點其實是有常態性的減逸效果時間增加 我們拿皇家人造奶油餅乾來舉例好了 他除了一樣有持續的中毒之外呢 另外一個他就是有所謂的減逸效果增加25% 那這樣子你那個銀河的扣防他才可以常駐 你冷卻高眼的話他是可以湧動這個扣防的效果的 但果醬夾心餅乾他的重點其實是短時間內而外的增傷 所以如果打紅絲龍蛋糕龍就是目前的配置依然應該還是拿那個奶油龍劑去做啦 而並不是用果醬夾心餅乾 那因為畢竟是活動角嘛所以各位不用要求太多 就這一隻角色有就可以了 但是他心數不一定要很高 因為重點其實是額外標記的堆疊傷害 並不是他自己的這個高額傷害 這邊特別說明 接著是焦糖烤布雷餅乾 那這隻餅乾低色雖然是把他的體力跟防禦力拉的還蠻高沒錯 但他主要的技能其實是沒有增加自身任何的那個 寶牌的效果完全沒有 他的技能最主要的話呢就是要 拚了命的增加光武器的增傷 以及還有攻擊速度 讓他的傷害可以最大化 所以打大天使的時候呢他的表現還不錯 那未來的話可能也許就是對於特定的關卡 比方說像是BOSS討伐戰 或者是他在特定的守護之戰或推圖 只要搭配得宜的話他就是個很強的輸出手 就這麼的簡單 因為他自己的話呢就是需要一個特定搭配的玻璃大砲 坦白講就是這樣 因為完全沒有增加任何自身的寶牌 全部呢 都是可能有一些無視什麼什麼抗啊 或者是一些拚了命的輸出啊 就這樣子 OK 所以這一次的改版啊 兩隻全部都是功能角 就各位玩家 除了教堂考步勒可能前面的工會會要求你就是要改大天使的打法 那另一隻果樣夾心餅乾呢就是慢慢跟著活動 然後有 就抽就對了 以上的話呢就是整個兩個餅乾的這個簡易分析給大家當作參考 那因為明年1月就是3週年版本的 所以各位玩家可以稍微留點資源 好啦那以上的小小影片就到這邊 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我是瓮鳳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